自从上次介绍完位于一方城一面 一间CP值比较高 人均只需要百多元的烧肉店 汽油机之后 有些来自大陆的朋友仔 就推介了另一间同样都是好价值 但就割得多的韩式烧肉店 理我 这间餐厅据问老板是韩国人来的 而且他跟我上次介绍过的极赤一样 不单是用炭火来烧 而且还会有人帮你烧卖 所以那天我就和阿Yang 一起来到他位于车工庙站附近的总店 试一试他的水准到底如何 这间餐厅就是火筒1971 正如刚才所说 这间餐厅的价位真的非常便宜 就算生鸭 绝大部分的肉都是四五十元 其他食物都是三十几四十元为主 不过说到最值得的 应该就是叫他们的set 总共有两款set 分别是牛肉和猪肉 两款都是二人分量 牛肉就成为二百三十元人仔 猪肉就便宜很多 只需要一百六十五元人仔 不过知道住大部分的朋友仔 都喜欢吃牛肉 所以我们就选了牛肉set 二百三十元已经是卖单的价钱 只是说计算港元的话 人均消费大约是一百四十元 由于这里是主打韩国烧烤 所以这个餐里面是有非常多的食物 menu上写着的包括有 三款不同的肉分别是 原味和调味的牛排肉 和调味的牛五花 一个叫做鸡蛋糕的东西 和在三款食物里面选一个 分别是大葬汤、泡菜汤和懒面 选两款汤的话 还会跟着白饭给你 而menu上没有的东西 即是那些前菜 就包括有泡菜、沙栗、薯蓉、芽菜 另外还有一萝卜生菜 辣萝卜和葱丝 被利用来夹着烧肉一起吃 而且staff就跟我们说 所有前菜都可以无限review 所以来吃这间火筒 大家就绝对不需要担心 会吃不饱了 不过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上来深圳食烧肉更加重要的是肉类的质素 先来讲讲两款牛排肉 这两只肉都是用网架来烧 所用的肉是完全一样 分别就在于有没有额外用酱油来腌过 老实说两只肉味都是比较淡 如果连买菜一起卷食的话 几乎是吃不到任何肉味 特别是原味 烧出来是比较干 而且比较硬 腌过那只会比较好一点 会比较浓身 而且有肉汁 不过整体来说都是一样的 而这个牛五花就更加企丽 所谓的牛五花其实即是肥牛 所以烧出来的样子就像一股吉野家的肥牛 其实不单止它的卖相好似 就连它的味道也有七成相似 分别在于吉野家是用汁煮煮给你 而这里就是即场在你面前唐烧 不过又要好老实说 让我选的话我会更加喜欢吉野家 因为烧出来的肥牛口感会比较粗口一点 最后就谓上那个鸡蛋糕和大象汤 两只上菜的时候仍然是滚 鸡蛋糕吃到挺重大味道 口感其实就有点像蒸水蛋 而大象汤就正正上上 没什么太大特别 整体来说这家火通的质素 其实就并不是很高 大约就只有香港那些 韩式烧烤Sexy Lunch的质素 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吸引力就并不是很大 虽然它真的很便宜 还有很多前菜可以吃 但比我选的话我宁愿去吃一间 没有前菜 但肉类质素更加高的稀油机 所以我就不建议大家特意过来吃 好了今集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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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